好這邊 集山跳出來直接 同步召喚六重紫妍 哦非常的兇哦 然後這樣算是 呃六重一個非常好的開局 結果呢 我們一個熔岩魔神 就解掉兩隻怪哦 來輪到我們 再召喚第二隻熔岩魔神哇 這樣一來對方就會直接扣兩千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排隊上面還有一隻蟲蟲哦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介紹 反六五重的牌組哦 呃最近在 kcb 的時候 六重非常的猖狂哦 連阿慶呢都用六重輕輕鬆鬆就爬上去哦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六重也有剋星啊 哎究竟什麼就是我們自閉燒血流 哦那這一套是亞馬遜的牌組啦 然後我們放了非常多綜厚台哦 那雷蒂加成搭配熔岩魔神的這個combo 絕對讓六五重直接哭著叫媽媽 哈哈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片段 回放 大家就會知道了 那麼給大家看一個回放 就是六五重被 這一套卡組屌打哦 那其實這套牌組我覺得也不用多做介紹啦 因為都是一些舊牌嘛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實戰給大家看哦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回放吧 好 好這一場遇到盜結機師 然後我們 呃對方是六五重 那對方的起手 對方的起手可以說是非常順啊 直接呢就六重就出來了 然後呢哎 我們手上熔岩魔神 所以等一下呢 就可以直接 把熔岩魔神哦 特招到對方場上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方子炎到場技術 直接跳出風魔 好 這邊 集山跳出來直接 通步召喚六重子炎 哦非常的兇哦 然後這樣算是 呃六重一個非常好的開局 結果呢 我們一個熔岩魔神 就解掉兩隻怪哦 非常的兇哦 然後這邊蓋了兩張加拿大和一張伊塔庫亞 然後這邊對方子炎到場 召喚 引六重風魔 我們這邊直接加拿大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些六五重會帶九星的同步怪獸 這邊以防他同步召喚 把熔岩魔神送墓 所以我們再開一次加拿大蟲 把他蓋起來 ok 這邊墓地加拿大蟲 直接跳出來 好 對方打過來 來輪到我們 再召喚第二隻熔岩魔神 哇 這樣 一來對方就會直接扣兩千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排隊上面還有一隻蟲蟲哦 好 這邊倒賊幫我們阿努比斯的詛咒 偷過去 好 六重增盈 發動效果 除外 攻擊來到178 來我們一張伊塔庫亞暴風 全部轉手 對方就投降啦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套是非常的兇的 ok 那麼你就直接十戰給大家看吧 go ok 來到我們第一場 這一場 遇到盜解祭司 到底對方是不是六重呢 ok 那我們這邊起手感覺還ok哦 有機器的話我們可以直接特招亞馬遜的 女王啦 好 那這裡 蓋三張牌 直接結束 ok 來哇 其實局部新颶風 太兇了 我們直接即席打開 先打開再說 哇 對方居然有在局部新颶風啊 感覺非常兇啊 好 六重零距離 時間到場 哇 太順了吧 真六重元哦 非常的兇狠 非常的兇狠 抽兩張這邊如果再特招機三 哦漂亮 直接即身走 卡他一個位置 哇 太爽了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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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寄生蟲 寄生蟲 MVP啊 哇 完美 對方應該已經嚇到漏尿了 哇 果然羽兒 打六重 超級爽 好 打過來 那我們這邊 戰鬥步驟 好 直接特招 亞馬遜女王 好 對方結束回合 哦 感覺我們非常有機會哦 那我們這邊的話 哎 好 我們蓋 無敵線坑還有 加拿大蟲好了 會比較保險一點哦 好 那這邊 來 我們除外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把 引六重 風魔除外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哦 好 這邊直接 即席出外 哎 這樣對方也沒辦法 特招 這個 六重的怪獸 好 可以哦 哦 直接把我們無敵線坑 抓過去 哦 一個盜賊哦 看來 這個盜賊 意思是好像使用 盜賊的技能 還蠻多的 好 對方轉手了 又蓋了一張牌 感覺我們相當的有機會哦 好 動龍 有沒有龍眼魔神 哎 阿努比斯詛咒 感覺還ok 那這邊 該張牌 好 好 我們繼續除外對方的怪獸 哈哈 再除外 太省啦 那好像因為變成昆蟲組 所以 對方一直沒辦法同步召喚哦 因為好像一定要戰士組 才可以同步召喚 這樣感覺蠻爽的 好 亞馬遜見識也出來了 那 我覺得這裡 我們先 把對方一隻怪獸解掉 應該就可以了 留下一隻蟲蟲 哎 這樣對方 就一直沒有辦法同步了 好 即期出外 來 我們這邊直接結束 啊 盜賊基斯一定 一定非常氣哦 哇 居然遇到這個 羽兒真的是太氣了 來 有沒有機會抽到龍眼魔神 抽到我們就贏了 龍眼魔神 哎 加拿大 哎呀 非常可惜啊 好 那 ok 我想到一個 哎 我想說 先開加拿大 然後再開阿努比斯詛咒 讓加拿大跳出來 就可以把他一回殺 但是 對方無敵 這個我不知道能不能哦 沒關係 我們試試看吧 好 我們先開一個加拿大 好 把他蓋起來 ok 來 這邊壓馬遜 雞七出外 好 打過去 出外 好 最後 發動阿努比斯詛咒 出了吧 加拿大蟲 哎 有機會哦 而且是因為連鎖二 所以無底線坑好像開不了 直接給他最後一集 完美 哈哈 打爆六個鐘的感覺呢 是太爽了 太爽了 OK 來 趕緊來到我們第二場吧 OK 來到我們第二場 對方 遇到的是 珍奇性子哦 哦 不知道對方什麼卡組呢 OK 我們這邊直接一個昆蟲幾身 送兩隻蟲蟲給對方哦 OK 改了一隻怪獸 讓我這邊起手 我覺得算是 也不是說不好啦 就是一個 很傳統亞馬遜的開局哦 那其實 我比較偏好起手 會有熔岩魔神啊 因為這樣如果遇到六中的話 哎一張卡就可以解決問題哦 非常方便 好這邊停頓了 肯定是無底線坑啊 因為我的怪獸效果還沒辦法發動哦 所以無底線坑的機率是非常大的 好 哎這邊又停頓了 哎那有可能是 神之中固或是什麼卡片之類的 好 哎感覺比較像神之中固哦 對方應該是代價零哦 我覺得對方應該是代價零哦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打過去 發動亞馬遜王女效果 有件事來這邊會不會神之中固 哦果然是神之中固啊 我這邊猜的非常準哦 我就知道是神之中固 那對方應該是代價零哦 那我們等一下用加拿大把他蓋起來 其實就可以了 好 來 是不是這個惡魔科學怪人呢 我們來看一下 哦 直接結束是怎麼樣 即將結束了 好 我們先把亞馬遜劍士復活 哎 感覺對方是非常卡手 因為他既然有放神之中固的話 所以 他他是這個 呃科學怪人的機率就非常大啦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戰鬥 打過去 來 戰鬥步之後 發動亞馬遜集息 好 先不要發動效果 看一下蓋了什麼卡片 魚粒子球來 我們直接出外 出外就沒有用了 給予他最後一擊亞馬遜女王 直接獲勝了 哇 這套真的是 真的是報復社會 ok 趕緊來打我們第三場 ok 終於來到我們最後一場 有沒有機會再次遇到六五重呢 我們來虐殺六重吧 不過看對方 額外沒有卡片哦 那應該就不是六五重了 好 那我們這邊起手 其實我覺得不太好 至少要有一隻 雅馬遜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有集息啊 好 對方是什麼卡組呢 好 覆蓋了一張牌還有一張怪獸 來 什麼怪獸 亞馬遜劍士 可以 來我們這邊先發動翡翠的蟲底 啊 把一隻蟲蟲送給對方 漂亮 好 這邊召喚亞馬遜劍士 來後台有沒有反應 有 可以 好 蓋三張牌 這邊都一直有停頓哦 所以有可能是加拿大 好直接攻擊 哦結果是一塔酷亞好沒有關係 來這邊寄生蟲 直接特招到對方場上 炸一千點傷害 漂亮 好 好 蟲蟲到對方場上的話 對方怪獸都變成昆蟲組 會比較難打一點 哎 結果是一個合成的牌組啊 哎真的是蠻出乎我意料的 好 那我們這邊 哦發動個阿努比斯好了 好發動阿努比斯詛咒 轉手 你其實開加拿大會比較好啦 我剛不知道在想什麼 開阿努比斯哦 好 直爆 ok 好這邊雷利加成我覺得應該是 用不太到了 所以 等一下有龍焰魔神的時候再叫他出來吧 好 這邊直接戰鬥 來 戰鬥步驟發動亞馬遜即席 好 好 直接除外 漂亮 那剛剛對方 合成原始其實是蓋著應該是他手上 沒有那個 合成的鋼盒啦 所以他才會這樣倒來 這邊來個龍焰魔神 哎呦 又是亞馬遜見事 有點可惜哦 但是我們這邊好像可以一回燒 我們直接一般召喚 來停頓的是什麼卡片 加拿大蟲 好吧 既然是加拿大蟲 那我也沒辦法 原本其實是有機會可以一回殺的啊 好 ok 直接除外 好 那我們這邊發動亞馬遜即席 出了吧 亞馬遜見事 打到對方剩下一千點傷害 哎剩下一千點的生命值哦 可以可以可以 雅馬遜現在也是蠻強的 而且打六中我覺得還不錯啊 好 終於要給對方最後一集了 哎結果對方場上已經沒有怪獸 那我們龍焰魔神也沒辦法出場了 非常可惜哦 不過我們還是獲勝啊 最後一集 漂亮 完美 直接拿到這個決鬥的勝利了 ok 那麼今天介紹這個報復社會牌組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爽哦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這個報復社會卡組的話 我們打 六中非常的好打 那很多玩家反應說 哇六中太強了 如果沒有被削弱他就不玩了 哇是有沒有那麼氣啊 但是我覺得其實 這次六中非常的便宜啊 大家都可以抽抽看啊 但是如果你是平民的話 我可以推薦這一套 六中下去的牌子哦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啊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今天阿奇的影片 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六點 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慶豐我們 明天見 記得 別告訴我今天與人間 我的心意他得到多謝 沒有你的畫面 想說在腦裏面一直不會變 在腦裏面